所以我想知道 你们俩怎么那么熟啊 我们俩这个做节目认识的 他就应该问合作过没有啊 什么的 你得缩小范围 他们老是把我往沟里带了 因为我来过这个节目 我知道 这个问问提他有技巧 你得一点一点缩小范围 你上次猜对了吗你 我上回我猜对了一个吧 哪个来着 我白雪我猜对了吧 对 你就猜对一个 对 我当过这个主嘉宾 当然那俩我也没猜着 每个人被他们给误导了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 你们俩认识的吗 是我那个翻孙范结婚的那视频 对 我突然一看 我又这大眼睛 翻着我了 是吧 对 翻着你了 对 我们找嘉宾就是这种办法 就是我们没法问他跟谁好 一问他 这不就缩小范围了吗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 不断地搜寻 看他在哪个场合出现的时候 会有谁去 对 这样锁定你跟他认识 下了功夫了 哎呀 太下功夫了 天呐 李金 在你的印象中 孙茜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哎 我就是录节目的时候啊 因为原来我看这个《甄嬛传》 这个看过她的表演啊 那段时间正好这个戏在热播 我就觉得她这个迎评形象 是一个温柔贤淑淑的一个女子形象 这个录节目的时候是一个 要对选手进行点评的 那么一个工作 我们几个人等于都是评委嘛 我觉得她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啊 这个说的都特别到位 都特别在点上 觉得颠覆了我对她这个迎评形象的一个认识 所以后来就这个 而且她呢 就是生活里边特别懂事 就是你比如我们平常吧 也不是说老见面 当然有时候你看过节 就能收到她一条这个这个微信啊 说那个您家的地址在哪啊 给你送点小礼物去啊 过节的这个这个礼品什么的 就这让你心里边特别暖 所以说这几年下来呢 虽然见的次数不是特别多 礼品没少收 对对对 收了点礼品那是啊 就是月饼什么的王老师 反正孙茜说了说 算了一下说 哎呀就是除了王维念老师就别送了 别人就一人来一盒吧 对对对 你看这都是收收光 何哲就是你给谁都寄 就是给我这儿落下来 我说因为您家没有准地方 对 我老往哪儿去 这不是我是搬过几次家 但你不能说我没准地方 我啥意思呢 啥意思呢 大家就请一请